过去这个星期来自海上的消息好像特别热闹 包括了钓鱼台以及我们周边的中国海军的东海演习 还有我们南边的南海争议 不过还有一个海面目前的情势是真正的紧张 那就是国际邮轮必经的中东的波斯湾 7月1号开始美国跟欧盟开始对伊朗进行更进一步的经济封锁跟制裁 而为了报复伊朗已经扬言他们随时可能在邮轮必经的荷姆斯海峡展开布雷 因此美军展开了很多的秘密部署行动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告诉你的叫做秘密的海上基地 这是一个海上的浮动平台 它可以在那个定点停留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 干什么呢 从这个基地上面可以发动各式各样的攻击 支援很多的小型突击人员对岸上来进行攻击 其实这个基地呢 它原本是一艘准备要退役的船 这是一艘叫做庞斯号的两栖攻击舰 原本在今年3月就要退役 因为它已经服役长达41年之久 但去年年底它接到秘密的指令 进行了秘密的改装之后 终于完成把它变了一个样 而如今刚刚最近才成功的部署在波斯湾的海域 对伊朗展开了长期的监控 从这里面可以发动各式各样的攻击 它已经配置了各式的扫雷艇 还有最可怕的就是海豹突击队 这突击队随时可以在伊朗内陆展开各式各样的突击行动 当然美军目前在波斯湾已经部署了至少两艘航空母舰 但加入这个接地平台之后 它们可以对伊朗展开更长期的 而且更周密的完全监控 这艘就是美国海军最新改良的海上浮动基地 庞斯号已经在7月初抵达荷姆斯海峡 各为美军在波斯湾的水上前进基地 庞斯号原本是艘运输舰 舰长174公尺 满载排水量1.7万吨 可搭载900名海军陆战队员 6架直升机 多艘气垫登陆船 从60年代服役至今41年 算是超级服役的老兵 原本计划在今年3月退伍 面对伊朗核武的威胁 美军中央司令部决定 把它改造成海上浮动基地 改造工程从今年2月启动 7月初已经部署到中东水域 开始执行新阶段任务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是可以灵活部署 我就可以把这个海上浮动基地 潜推到任何我需要的地方 这个自主权是在我 它就像美国浮动的海上国土 美国强大的军事武力 中国一直相当关心 海上浮动基地登场前 CCTV还特别制作专题节目 请来专家分析探讨 这项最新的军事应用 原来过去十年 美军的海豹特种部队 执行秘密任务 都以陆上基地作为出发地 唐斯号的改装 让海豹部队未来的突击行动 可以从海上出发 行动更快速 更具弹性 1987年两一战争期间 美国就曾用老式钻井平台 改装五线座 辅导坐镇波斯湾 这是军事上 最早使用海上辅导基地的记录 唐斯号的改装 让美军对海上浮动军事基地 有了更大的构想 就是把庞斯号这类 载重两万吨以上的多艘军舰 改装成可以拼接的六个舱段 再依据作战需求 将六个独立舱段 拼接成更大型的海上浮动基地 还能够变换成 H型 T型 U型等形态 而且每一个单一舱段 都有自行动力 一旦遇到了特殊海域或岛礁区 它可以迅速解体 逐一通过 比如说我要有一个 两公里的跑道 那我完全战斗机是可以起飞的 所以如果我这个地方 仅仅是一个出发用的基地的话 我可能不安全 但是如果我有战斗机 有制空那些装备 那么应该说对它的综合防护 那肯定是很合理的 航空母舰虽然也是海上浮动基地的概念 但它的形态不能自由改变 一旦遇到了甲板被袭击 就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 而这种最新的海上浮动基地 可立即舍弃掉损坏的舱段 或是变换不同功能的舱段 例如在救灾时 就可以搭载直升机和大量物资 以及设备齐全 船尾充足的救援医疗舱段执行任务 再加上被设计为进攻武器的航空母舰 长期定点驻守不符合成本 又容易造成局势紧张 为了阻止伊朗封锁石油运输要到荷姆斯海峡 美国已经在波斯湾驻扎两艘航母 随着庞斯号以新形态首次出动 美军最新的秘密曝了光 中东海域的紧张气氛 更增添对质的火调味 等一下我们要告诉您 中国大陆为了防止汽车驾驶人考照作弊 最近花了大本钱做了一番大革新 看他们的防币措施也会吓一跳 还有你只要在瑞士的大学生毕业 他们年薪可以达到200万台币 如何办到的 为什么瑞士人的既职教育做得这么成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